哈喽 大家好呀 不知不觉2023年已经过了一半 大家在这大半年里面 不是在忙工作 就是忙副业赚更多钱 那你们知道接下来的风口在哪里吗 谁能抓住这一波风口 财富必定暴涨呀 所以 今天我们将会聊聊 关于2023到2024年的科技趋势 以及深入探讨未来的科技风口和发展方向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那么请帮忙点赞 订阅和分享哦 这一期视频会有点长啊 所以 安全带系好 我们开始咯 首先 在2023年 人工智能将成为普遍的存在 无论是我们的智能手机 智能家居还是智能汽车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 智能助手如Ciri Alexa Google Assistant 以及Quotana 都让我们能够通过简单的口令与机器进行交互 当然 还有目前非常强大的OpenAI OpenAI的产品不只是由聊天机器人XZPT 它还有图片生存AI DAOE 以及OpenAI的GPT应用程序接口API OpenAI提供了具有各种端点的GPT三模型的API 可以直接执行许多复杂的任务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应用的文本输入输出界面 主要优点是你不需要进行任何培训或测试 就可以把它揭入你的软件或应用程式里 如今 已经有很多企业 开始引进了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 来创建更智能的产品和服务 接下来 我就举一些例子 贡武精电可能很困难 但又是创造了Lobos来帮助顾客 在商店里找入并获得他们需要的物品 Lobos在店内寻思并询问顾客简单的问题 以了解他们正在寻找什么 这些机器人可以为产品提供方向和地图 并与客户分享专业支持 Lobos还能监控库存 以便商店知道哪些商品需要补货 Lobos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店之一 它正在其处10家商店中测试货架扫描机器人 机器人会扫描货架上丢失的物品 需要补货的物品或需要更改的价格标签 机器人可以让人类员工有更多时间与顾客相处 并确保顾客不会面临空空如也的货架 UNIQLO服装店率先使用科学 它人工智能来创造独特的店内体验 部分商店拥有由人工智能驱动的U-Mood售货机 可以向顾客展示各种产品 并通过神经地质淬量他们对颜色和款式的反应 根据每个人的反应 售货机会推荐产品 客户甚至不必按下按钮 他们的大脑信号足以让系统了解他们对每件物品的感受 我所说的这些例子也还只限于零售业 关于这个课题 我以后会专做一期视频来和大家聊聊 所以我们能看到 在零售行业 人工智能将用于管理 和自动化复杂的库存管理流程 从而实现便捷的购物体验 除了零售业 AI也将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工作流程中 它将改变传统的商业流程 并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AI将成为医疗行业的助手 协助医生进行诊断和治疗决策 在金融领域 AI将用于风险管理和欺诈检测 在交通领域 AI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提升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 我们将看到更多创新和突破 为各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机遇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我们都需要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的新时代 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接下来 让我们探讨元宇宙的发展 元宇宙是一个更具沉浸感的互联网环境 在其中我们可以工作 娱乐和社交 预计到2030年 元宇宙将会全球经济贡献5万亿美元 而2023到2024年将决定元宇宙未来10年的方向 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将不断进步 我们将看到更多沉浸式的会议环境 让我们可以在其中进行讨论 头脑风暴和写作 我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与远程团队成员面对面交流 仿佛森林其境 通过元宇宙的会议平台 我们能够在虚拟空间中共享内容 操作虚拟对象 并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 大大提高了远程工作的效率和沟通的自然 此外 我们还可能看到更先进的人物形象技术 这些技术将使我们的数字化身更加逼真 可以与其他人进行真实的互动 甚至代表我们参与各种活动 无需亲自登陆到数字世界 我们的数字化身可以参加虚拟演讲 参观艺术展览 进行商业下谈 甚至是与好友进行运动或参加虚拟旅行 这种森林其境的体验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将现实和虚拟世界相融合 创造出全新的互动方式和体验 总的来说 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广阔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机遇和创新 它将重新定义我们与数字世界的互动方式 为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 然而 我们也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警觉 因为它也面对了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 希望元宇宙能够实现其潜力 为我们创造出更加丰富 纯浸式的未来体验 另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区块链技术的进步 在2023年 区块链技术将继续推动Web3的发展 引入更多去中心化的产品和服务 这一趋势将在许多领域因其中大变革 包括数据存储、信息安全和数字资产管理 一项重要的创新是区中心化数据存储 传统上 我们的数据通常存储在集中式服务器上 这使得数据容易受到攻击和滥用的风险 然而 通过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和加密技术 我们的数据可以以更安全的方式存储和管理 区中心化的数据存储意味着 数据被分散存储在网络中的多个节点上 这使得数据更加安全 并且没有单一的故障点 此外 加密技术保护了我们的数据隐私 只有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和使用数据 与此同时 非同字化代币 NFT 也将变得更加实用及广泛应用 NFT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资产 每个代币都有其独特的标识和价值 在音乐领域 NFT音乐会门票 可以为持有者提供独特的体验 例如后台三观和独家纪念品 此外 NFT还可以用作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访问凭证 例如游戏中的特殊物品或数字亦出品的所有选证明 通过NFT 我们可以更好的管理和交易数字资产 并与其他人进行价值交换 除了数字资产 区块链技术还为合同和交易提供了新的方式 智能合约是基于区块链的自动化合约 可以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执行和管理交易 通过智能合约 我们可以建立可靠的信任机制 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性 这使得合同的执行更加高效 并减少了纠纷的风险 在数字化的经济中 智能合约的应用将成为一种常见的方式 从简化供应链管理到实现去中心化金融交易 所以啊 2023年 将是区块链技术继续发展的重要一年 已经有很多人通过Web3这个风口转了一波 有兴趣的朋友啊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Web3 因为Web3的这些创新 绝对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 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正日益加深 并将在2023年继续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其中 数字轮生技术和3D打印技术 是这种融合的两个重要方面 它们为我们创造了更高效 创新及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首先 数字轮生技术是将现实世界的过程 操作或产品以虚拟形式进行模拟的技术 通过数字轮生 我们可以在安全的数字环境中进行各种测试和实验 而无需直接干预现实世界 例如 工程师可以使用数字轮生技术重新创建物理对象 然后在虚拟世界中 模拟各种条件下的测试情况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可以避免实际实验的高成本 时间和风险 通过数字轮生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优化物理系统的运行 并在虚拟环境中 测试新的想法和创新 其次 想必大家也知道什么是3D打印 3D打印技术是一种将数字模型 转化为实体物体的制造技术 通过使用3D打印技术 我们可以根据数字模型的设计 在现实世界中制造出具有相同形状和结构的物体 这种技术的优势在于 可以快速精确地制造复杂的物体 而无需传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复杂工具和生产线 此外 3D打印技术还具有可持续性的优势 因为它可以减少物料的浪费和能源的消耗 通过3D打印 我们可以实现个性化生产 快速原型制作和定制化的生产 数字轮生技术和3D打印技术的结合 将为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方法 工程师们可以使用数字轮生技术模拟和优化物理系统 然后通过3D打印技术将其转化为实体物体 这种集成和交互信实的创新的迭代过程更加高效 减少了开发时间和成本 同时也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现实中 BMW也运用了这项技术 运行工厂模拟优化其运营 总结来说 这些技术的应用将在各个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你们对数字软生技术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以后会做一期视频来和大家聊聊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将目睹可编辑的自然和量子领域的重大进展 这一趋势将为材料科学 生物技术和人类健康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首先 纳米技术将发挥关键作用 使我们能够创造具有全新特性的材料 通过纳米级别的工程 我们可以对物质进行精确控制和调整 以实现所需的性能和功能 例如 我们可以设计耐水性材料 使其能够在恶劣环境中长时间稳定运行 或者开发具有治愈能力的材料 能够自动修复受损部分 这种创新性的材料将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如建筑 航空航天 医疗和能源等 为我们创造更可持续 高效航安全的解决方案 目前这几家企业 已在纳米技术的研究有突破性的发展 Nano CEO 是一家专注于先进钢材研发的公司 他们利用纳米技术 改善钢材的性能 通过在钢材中引入纳米颗粒 他们成功增强了钢材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 为汽车、航空航天和能源行业 提供了更高性能的材料解决方案 Zyvix Labs 是一家领先的纳米技术研究公司 他们致力于开发具有革命性特性的纳米材料 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使用纳米碳管各件超强 超新的材料 以及开发具有高导电信和热导率的纳米电子材料 台积电目前被认为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公司之一 也是在纳米技术领域的重要龙头企业之一 纳米技术在半导体制造中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控制及调整材料的尺寸和结构 可以制造出更小、更高性能的芯片 台积电也预计在2025年量产2纳米制成 这也会让台积电成为领先世界的佼佼者 其次 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将在生物领域引起巨大的变革 通过编辑DNA 我们可以直接介入生物系统 并对其进行精确调整和改进 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可以用于纠正DNA突变 治疗遗传性疾病 解决食物过敏问题 提高农作物的抗病能力 甚至调整人类的特征如眼睛和头发颜色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 将为人类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重要突破 并开启个性化医疗和精准农业的新时代 目前最知名的基因编辑企业就是Crisper Therapeutics Crisper Therapeutics是一家领先的基因编辑技术公司 他们利用Crisper Cas9系统 开发基于基因编辑的治疗方案 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遗传性疾病 如地中海贫穴穴和囊性纤维化 当然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例如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涉及对生命的干预和改变 需要慎重权衡利益与风险 此外对纳米技术应用的长期影响 和环境风险也需要认真评估和管理 哦 说到这 我好像忘了说量子计算 目前全球正进行着量子计算的竞争 量子计算利用亚原子粒子创造新的信息处理和存储方式 预计将实计算速度比当前最快的传统处理器快1万亿倍 然而量子计算可能会让我们现有的加密方式失效 这可能使发展量子计算技术的国家 能够破解其他国家 企业 安全系统等的加密 因此 2023年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趋势 因为美国 英国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正投资大量资金来发展量子计算技术 最后要聊的是绿色能源的发展 在全球面临着减少碳排放的巨大挑战 以应对气候危机的背景下 绿色技术在2023年将取得持续的进展 一向引人注目的创新是绿色氢气技术 它被视为一种几乎不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 这种技术利用可再生能源 如风能和太阳能 通过水电解产生氢气 成为替代传统化石燃料的一种可持续能源选择 在绿色氢气技术的推动下 一些重要能源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相关项目 例如 欧洲两家能源巨头肖耀级RWE 正在北海建设首条大规模绿色氢气管道 该管道将风力发电厂产生的能源输送至各地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 并为清洁能源的供应打开新的途径 另一个有前景的发展是分布式电网 传统能源系统主要由大型燃气和能源公司主导 而分布式电网的模式则采用小型发电机 和太阳能储能设备分布在社区或个别住宅中 与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 这种分布式电网的优势在于即使主要电网不可用 能能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 它通过在本地产生 使用和储存能源 减少了能源输送过程中的能量损耗 并提高了能源系统的弹性和可持续性 绿色技术的发展也有助于实现能源的民主化 传统能源系统受少数大型公司的垄断控制 而分布式能源项目则为普通人 提供了参与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机会 通过采用分布式能源模式 个人和社区可以自足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能源供应 促进能源民主化的实现 这种民主化的能源系统将促进可持续发展 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 同时也提高了能源安全性和稳定性 尽管绿色技术在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方面具有优势 但目前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规模化生产的推动 预计绿色技术的成本将逐渐降低 并更加普及 好,说了那么多 你们是不是对接下来的科技风口更了解呢? 让我来总结一下 我们已经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无处不在 源于宇宙的发展 Web 3.0的进展 数字与物理世界的融合 可编辑的自然与量子技术 量子计算 极率色能源技术 这些趋势将在2023到2024年有着极大的进展 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无限可能 想要绕第一桶金的朋友们 可以尝试从这些领域下手 内容创作者也可以多往这些领域 制造更仔细的内容 流量估计也是相当不错的 你们对接下来的风口有什么看法吗? 非常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祝哥哥姐姐们越来越帅 越来越美 也越来越有钱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